嘿,你还好吗?我是张一。 你们知不知道我有个微信公众号叫 陈一? 现在去搜一搜,点个关注,回复,福利,有你想不得的惊喜哦。 今天的分享来自方不见和你讲过故事。 真正的悲伤是这样的,我讲一讲老刘的故事。 2015年的时候和老刘谈了五年的女朋友,忽然间就走不下去了。 开始围着老刘圈,不就是吵架吗?哄哄就好了。 都五年了怎么可能分手? 好了好了,去低头认个错吧,不然得后悔一辈子。 可是老刘没有挽留就真的这样分了,女孩拖着行李箱走了,把老刘一个人留在这座城市。 老刘细嘻嘻哈哈地说,终于自由了,于是招呼朋友去他家喝酒。 第一天,大家喝得烂醉,睡在地上,睡在沙发上。 我看见老刘一个人在厨房收拾网筷,然后靠在厨房的墙上,点了一支烟。 第二天,老刘依旧拉着不让大家走,又在家里阻了一句。 老刘一个个劝酒,最后又如昨天一般,大家又醉了。 老刘这一次站在阳台上,指缝间的香烟在风里染成长长的一节青涩灰烬。 第三天醒来,朋友们活活地都跑了。 老刘看着大家,站在门口依依不舍地说, 别走啊,晚上再继续嗨啊。 我们齐齐地对着老刘说,嗨你个头再嗨下去,过几年就有人要在我们坟头蹦底了。 看着老刘寂寞的样子,我知道其实一个人离开在心里留下的空洞, 是这些勉强聚起来的热闹,如何也填不满的。 城市依旧热闹,我们依旧在为生活奔波。 老刘一个人的悲伤,放在这座城市的背景之下, 只是空气里的一粒浮尘,没有人会去在乎。 就这样过了一周,老刘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 兄弟,出来聚聚吧。 我说我不喝酒了,老刘说不喝了,过来陪陪我就好。 我坐地铁赶到老刘那儿,桌上已经摆满了酒, 那是我们以前常去的一家小店,我说我真不喝,老刘说,我喝。 我知道老刘内心的那个空洞渐渐在扩荡, 其实分手之后总是会这样, 在最初的时候是麻木的,但是疼痛会缓缓而来,愈加强烈。 老刘喝多了,最后蹲在地上哽咽, 他说,我和他在一起五年, 连未来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怎么最后说散就散了呢? 我蹲在他的身边, 我的心狠狠地一疼, 我问自己, 那些聊过未来的人, 怎么到最后说散就散了呢? 这里面有老刘的故事, 也有我的故事。 到了下半夜, 送老刘回家, 看着满地狼藉, 上一次我们喝完的空酒瓶散落满地。 这些天老刘没有打扫, 我知道这满地的狼藉, 就好像老刘的内心。 我曾经也是这样, 不断地找人喝酒, 大大方方地, 装作满不在乎去掩饰内心的悲伤, 以为这样心里的那个空洞, 就可以被这世间的热闹填满, 变得不再让自己难过。 但是每一次热闹过后, 你才明白那汹涌的悲伤, 是那么淘天无尽, 和你聊过未来的人, 真的很难忘掉。 其实唯有指望时间, 将悲伤一点点风化掉。 老刘后来辞职, 离开了深圳, 一个人坐火车去拉萨, 直到现在, 都还是一个人。 我爱上了一个续线的姑娘, 安徽的女子, 她美丽而不张扬, 淡淡的表情, 像云朵在绽放, 飘浮在我的心上。 续线的姑娘, 你坐在我身旁, 我沉醉在你的身材飞扬, 肩并着肩走在雪峰公园的路上, 夕阳将你我的身影慢慢拉长。 续线姑娘, 你貌似冷若冰霜, 续线姑娘, 你其实热情奔放, 续线姑娘, 你靠在我的肩上, 在爱的路上, 从黄昏一直走到天亮。 续线姑娘, 续线姑娘, 你坐在我身旁, 我沉醉在你的身材飞扬, 肩并着肩走在雪峰公园的路上, 夕阳将你我的身影慢慢拉长。 续线姑娘, 你貌似冷若冰霜, 续线姑娘, 你其实热情奔放, 续线姑娘, 你靠在我的肩上, 在爱的路上, 从黄昏一直走到天亮。 续线姑娘, 你貌似冷若冰霜, 续线姑娘, 你其实热情奔放, 续线姑娘, 你靠在我的肩上, 在爱的路上, 在爱的路上, 在爱的路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